傳說其實陳佩琪不是只看了一戶豪宅 而是在同一個社區裡面看了三戶 包括了13樓的一戶 還有15樓的兩戶 而且每一戶不但都破譯 他們光是停車位你可能都買不起了 因為他們在賣停車位的方式是 一次要買三格 那最貴要1600萬 1600萬你可能在三重都可以買 28坪大的房子了 在這裡只能買到停車位而已 那房租就分析 一連看了三戶 代表他的這個買房動機是很強烈的 但外界也很疑惑 陳佩琪的口袋有這麼深嗎 代台陳佩琪日前看的1.21豪宅 但現在傳出他不只看一戶 房仲群組瘋傳 陳佩琪不只看了13樓一戶 還有15樓兩戶 由於豪宅不給隨便進 還得實名制 消息自然傳開 外傳陳佩琪看中了三戶高樓層豪宅 隱密性很高以外 他位置有多好 看到他距離民眾黨中央 只要三分鐘的車程 而且距離柯文哲夫妻 他們現在的住址也只要七分鐘而已 房仲用過往經驗分析 因為礙於貸款上限四成 買豪宅有錢人通常用現金買 懷疑柯文哲夫妻手上有大量現金 但根據柯文哲夫妻先前財務申報 存款2464萬 退售金422萬 真的買得起破億豪宅嗎 一次就看三間 那通常就是購物的動機就很明確 近幾年喔 台灣的豪宅市場只要有成交十筆 沒有八筆也至少有七筆 都是百分之百現金買 乾脆就不貸款 那通常這樣的狀況就是 可能就錢太多 據了解每瓶單價高 停車場價格也驚人 PU跑到材質防滑防水 以豪宅15樓之前成交價1.7億來說 其中停車位34坪就要1600萬 相當於買了台北三重28.13坪 三房兩廳兩位 這個車位算是全台北市的價格 大概是前三名的貴 一般車位價格的至少一倍多以上 豪宅每戶都一元起跳 陳佩琪想買房 錢從哪裡來 為何這麼急著看屋 不禁讓人起疑鬥 台大名醫師井中分享 以前聽其他聯醫醫生說 去地保看房 門口保全聽到是醫生 就沒給進門了 平平身為醫師 陳佩琪的身價讓同行 好生羡慕啊 東森新聞馬恩凱 台北採訪報導 陳佩琪現在已經有很多的消息傳出來 包括了她去看房子 而且她也用兒子的人頭戶來設公司 引發外界的關注 其實這些都是她自己所爆出來的 在昨天她還非常高調的告訴大家說 她也可以每天都來開記者會 歡迎大家來採訪 但今天你看到她的樣子就完全不一樣了 因為今天陳佩琪被約談了 主要是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今天請陳佩琪到院來說明 那麼結果約談了一個小時之後 陳佩琪變得非常的低調 她也不接受訪問 完全不發抑鬱 她是不是也擔心自己會被懲處呢 不過市立聯合醫院 他們會後表示 現在掌握的資料還不足認定 陳佩琪涉及經營商業 所以這個案子先緩議 他們會等到未來司法偵查的結果再說 柯文哲妻子陳佩琪面對記者追問 就是不願回應 畢竟自爆以兒子民意開人頭公司 七天內還三度改口 是兒子開帳戶自己一起討論 這下輿論越燒越大 這個時候她還在聯合醫院任職 沒有退休 為此醫院要找陳佩琪來說明清楚 釐清是否違反公務員規定 跟林英高層談了一個多小時 陳佩琪除了謝謝之外 面色凝重就沒多講 也引發各界之疑 難道她不知道用臉書招供 然後又用臉書翻供 是一件很愚蠢又髮忙的事情嗎 聯誼著手調查並在21號下午發新聞稿 針對陳佩琪疑似違法經營事業爭議 請陳佩琪說明後 目前掌握資料不足以認定經營商業 先懷疑待司法偵查結果在意 另外請人帶打卡事件 醫院已經予以告誡並列入考基參考 但是對於想退休的陳佩琪來講 恐怕是不痛不癢 她說她是一個很忙的醫生 那她前一陣子又忙著開公司 又忙著去看豪宅 是因為家裡的現金太多 突然變得很有錢嗎 陳佩琪不斷惹意 先前還主動承諾媒體 每天在家門前開小型記者會 或許就怕再度失言 讓柯文哲陪著她一起出門 柯文哲擋住媒體 先讓陳佩琪上車 似乎就是要避免妻子 再度在鏡頭前提油救火 除了人頭公司爭議 更爆出替兒子看房 引發熱議 柯文哲在選舉的時候 一直跟大家叫窮 然後選完還繼續開直播募款 結果私下是買上億的豪宅 他們的心理應該會堂穴 議員話說的算 畢竟陳佩琪這麼疼兒子 選前就過戶老家 選後再設公司看房 拳頭和自己寶貝有關 但民眾會相信多少 還是另有金流引擎 恐怕小草們也在等 柯氏夫婦給個解答 東神宣 練習好 李維維 森之小路台北報導 宋山機場外面 竟然吵架之外還打翻了 原來就是因為 這聲障的駕駛 跟其他的小黃司機 為了這聲障專用的停車格 鬧爭執 我跟你講啦 我是民進黨的啦 你什麼黨都沒有關係啦 我賴清德 賴清德是我搭配 我不怕啦 沒關係啦 等一下 我跟你講我有這個啦 我也有啦 我也可以頂啦 好 你動手打我 松神機場前 兩名男子為了身上池尾 拔身糾紛 眼前計程車問長 站在自己的池後方 同步也拿出手機 錄影搜證 是你先對我 對我的喔 那你動手打我幹什麼 我有動手打你嗎 我這次要你刪掉 沒有關係 我這個代表就是 我叫你刪掉 你陪我 我不要刪掉 那你就該被打 就是這樣啊 你有沒有被打過嘛 你有沒有被打過 喔 我好怕啊 我現在好怕啊 喔 我也很怕耶 怕你給我上船耶 剛剛你講的話 我也錄了 我反無律師啊 你找律師 你動手打你 我有明帶啊 我要明帶啊 原來拍影片的男子 本身是生障者 一早送日本親友搭機之後 跟問獎爆發苦腳 還打了問獎一拳 他投出影片 並受訪道出打枕原因 是我先停的 啊 我就說 那頭前的 也有還可以停啊 他覺得我最最冷啦 他就發現 我不是亞斯伯格 我拿這面給他看 他就 他就不想聽我給他洗 看他在 對外 對我的車 做什麼動作 我的隱私 讓人抵抗 對此 問獎不滿 哀咒提告傷害罪 而身上駕駛 蘇先生 則是提告公然無助 以及妨害自由 雙方各職一辭 問獎也感到委屈 不願多做回應 是非對錯得由司法定奪 東線新聞社會中心 在台北報導 台中要去哪裡逛街呢 現在很多人會選擇 一中商圈 這邊年輕人最多了 不過呢 這裡有很多的服飾店 他們發現 好像都被同一名女賊 給偷東西 因為這個賊太好認了 他從頭到尾 穿的通通都是紅色的 這位紅髮女賊 現在呢 偷的不是只有一家店 他專門做鎖定新的店家 原來呢 他跑到人家店裡面 去挑衣服的時候 鬼鬼祟祟的 拿了一堆去試穿 後來呢 他可能只結了 其中一件衣服的帳 那其他的呢 偷偷塞到包包裡面 偷走 後來是因為店員發現 架上的衣服有少 掉了監視器 才發現應該是遭小偷了 只是過沒幾天 又有其他的服飾店受害 也是一樣的手法 甚至呢看到了頭髮 一樣的樣子 太好認了 不過呢 過了幾天 他再度上門 就被店家當場抓到 紅髮女子身穿深紅色衣服 正在人群當中好亮眼 在衣服堆裡慢慢挑選試穿 先看看褲子 再看看裙子 正在鏡子前面比來比去 之後又走回衣服旁邊的櫃子 拿起蛙子偷偷順走 還以為神不知鬼不覺 卻早就被頭頂上的監視器給錄下 早上的時候我看庫存S、M、L都有 然後下班的時候S就不見了 然後就想說 那件庫存其實還蠻多的 不太可能賣到架上的 對 就我發現不見了 15號下午4點多 一名紅髮女子 到台中一中街的服飾店挑衣服 她離開不久後 眼間店員就發現 架上搭配好的衣服怎麼有少 有所驚覺趕緊通知老闆 第二位監視器才發現 原來有紅髮盜賊趕緊報警 紅色衣服特別明顯 因為通常我是不太記得 客人的模樣樣子 但她穿紅色 讓我特別有印象 受害的服飾店還不只這一家 18號晚間將近9點 她又來了台中一中商圈 這名紅髮女子用相同手法 先在店裡面假裝挑選 同時拿了好幾件衣服 都要去試穿 再用超級快的速度 放進袋子裡 並且到櫃台要結帳 可殊不知要付錢的部分 根本不只這一件 兩間店分別受騙 一千多塊錢到三千元不等 紅髮竊賊前前後後 一共去了五次 次次都偷不一樣款式的衣服 實在讓店家很頭痛 在警方偵查過程中 該名竊賊自行返回店家 表示結帳 援警接獲店家通報之後 立即趕赴現場 並將竊賊帶回所 警方揪出這名紅髮盜賊 也讓周遭店家鬆了一口氣 如今警方將一一查清 到底還有多少店家受害 多層新聞 金哲生 陳怡中 何雲婷 台中報導 就是因為他的一身紅 加上他的紅頭髮 實在太顯眼了 所以店家他們遭小偷的時候 一看監視器通常都會認得出來 就是這個女賊 這個女生應該才22歲左右而已 她就在台中這樣一連 偷了那麼多家的服飾店 不過因為她太好認了 有高雄的店家 一看到她的模樣就說 就是她 她也跑來偷東西 高雄的新倔疆 你可以想想看 高雄新倔疆跟台中的一中商圈 距離這麼的遠 難道她是一路的從南往北偷嗎 已經有很多的店家受害了 因為這個年輕人 他鎖定的都是那種 剛剛開幕沒有多久的人氣店家 而且被偷的服飾單品 都是比較平價或是風格相近的 就是那種女大生會喜歡的 所以第一時間店家就算看到了 紅色頭髮的人 也不會覺得她很奇怪 因為年輕人就是這樣 加上這個女賊還會結帳 來蒙混過關 所以店員一時都很難發掘 紅髮女子戴著口罩 在高雄新枯江商圈服飾店門口 條條選選 卻時不時東張西望 似乎在盤算什麼 她一看別人沒有看到她 就在光天化日之下 手中的衣服還沒結帳 就連同一架直接帶走 這名22歲的紅髮女賊 這個月14號用同樣的刑欠手法 在新枯江商圈一個下午連投三家店 店家報案後她立即被逮 但這明目張膽的頭協行為 和這一頭亮眼的紅色頭髮 19號在台中一中商圈再度出現 紅髮女賊在台中服飾店 鎖定的其實都是體積不大 風格簡單的平價衣物 因為同款類型衣物在衣杆上 或籃子裡可能很多 少了一件也不易被發現 她還會將一架連同衣物帶走 讓店員清點時更難掌握 她沒打算偷了就跑 第一家偷完 繼續再偷第二家 兩間店步行距離大約只有300公尺 她每次來店裡的時候 會有背一個小包包 跟手上可能會有一個體帶 這樣子 然後會到更衣室 就是會直接帶進去更衣室這樣子 然後走出來的時候 她拿去要更換衣服已經不見了 在人潮多的店內 店員幾乎不會有戒心 為了順利帶走物品 甚至還會結帳部分衣物 企圖蒙混過關 而下手的店家 都是才開幕沒多久的新店 門口甚至沒有防盜偵測設備 滿大膽啦 因為就是不會在意檢視器的存在 警方懷疑她一路從高雄偷到台中 因為看到衣服喜歡就拿 年紀輕輕就變紅髮愛偷 留下污點池上官司得不償失 東四新聞金哲生 台中採訪報導 台北市天母 正在施工的豪宅興建案 現在被隔壁的居民控訴說 他們一施工不剩 結果導致只要有積水 就會淹進自己的家裡 現在已經變成這個樣子了 所以前幾天 不是台北都在下大雨嗎 外面的工地積水 就一度灌到了他們的屋子裡頭 說甚至連管線都受到了影響 所以這一些隔壁的住戶 他們連廁所都堵住了 他們說外面已經變成了大池塘 連出都出不去 但是畫面看得這麼清楚 建商卻說他們沒有看到 居民家積水的情況 現在建管處也要介入追查了 發現這工地的確有違規 而且是施工造成污水管損壞 才會淹成這樣 所以現在挖破的管線 還在搶修當中 如果再違規的話 就要勒令停工 現在隔壁工地整片裡有一片汪洋 北京現在滿到我們這邊 田母居民在日前強降雨的日子 緊緊拿出手機錄影 被下雨直接灌到他房子裡 因為這幾天都下大雨 他們的水就造成一個池塘 星期三下午的時候 水已經淹自這邊了 是整個淹進去 我們裡面全部都是水 一次是他們裡面的污水流出灌入我們室內 一直到星期五我們發現馬桶不通 就是第二次我們又被污水給整個灌出來 這處正在施工的新建案 歷史最高價每平124.15萬 預設無成交價2000多萬到4000多萬不等 但施工過程被周邊居民控訴 約10戶連帶受影響 建商對此不斥 這個房子的年齡都50幾歲了 怎麼可以 然後周邊的住戶最起碼住20年以上 不能因為挖在裡面 現在裡面的一個小建案 就完全影響我們的生活 我們取得工地負責人回應 表示只接獲三戶反應 而施工造成馬桶堵塞是事實 強調會改善 但是否因此溢出造成周邊 屋內積水 以及是否從基地流入民眾家 則因為沒有看到受保民眾 室內積水狀況 雙方各局一辭 建管處指出 以維本建署法共開罵3萬6 建商蓋房子跟周邊居民 驗變紛爭 當務之急 主管機關派人先緊急搶修 受損的管線 同步介入追查 東線新聞尤雅欣黃子蓬 在台北報導